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与你开启智慧之路 把你沉浸在你自己的相音时光 把你迎接每个美好的清晨 倾听伟人的声音 学你提高你的汉语听说能力 陪伴每一个你自己的时光 恭请订阅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听书有声书世界名著系列 第三百一十五期 中国文学名著《红楼梦》 第十六回 甲园春彩选凤早宫 秦京青腰式黄泉路 话说宝玉 见收拾了外书房 约定一情中阅读书 偏那情中禀赴最弱 因在郊外受了些风霜 又与智能偷妻健全 被免失了调养 回来时便咳嗽伤风 懒尽时 大有不胜之态 虽不敢出门 只在家中养息 宝玉便扫了信头 只得父母无可奈何 且自静后大玉时再约 那凤姐已是得了云光的回信 寄予妥协 老妮打之张家 果然那守备忍气通声的 受了前聘之务 谁知那张家父母 如此碍事贪财 却养了一个知意多情的女儿 闻得父母退了前夫 她便一条麻绳悄悄地自意了 那守备之子 闻得金歌自意 她也是个极多情的 岁也投河而死 不负七亿 张礼两家没去 真是人才两空 这里凤姐 却坐享了三千两 王夫人等 连一点消息也不知道 自自奉解 胆识欲壮 以后有了这样的事 便肆意地作为起来 也不消多计 一日正是贾政的生辰 宁荣二处 人丁都齐聚庆贺 闹热非常 忽有门力 忙忙进来 至习前报说 有六宫都太监夏老爷来降旨 虎的假设假正 等一干人不知是何消息 忙指了戏文 撤去九席 摆了香案 起中门跪街 早见六宫都太监 下手中乘马而至 前后左右又有许多内将跟从 那下手中也并不曾复照捧事 只眼前下马 满面笑容 走至厅上 难面而立 口内说 特指 立刻宣假正入朝 在临近殿避见 说笔 也不及吃茶 便乘马去了 假设等不知是何兆头 只得急忙更衣入朝 贾母等何家人 都心中皆惶惶不定 不住的使人飞马 来往报信 有两个时辰功夫 呼见赖大等三四个管家 喘吁吁 跑进一门报喜 又说 奉劳也命 肃请老太太带领太太 等近朝谢恩 等于 那时 贾母正心神不定 在大唐廊下助力 那邢夫人 王夫人 游氏 李丸 凤姐 迎春子妹 以及薛姨妈等 皆在一处 听如此兴致 贾母便唤起赖大来 戏问端帝 赖大禀道 小的们 只在临近门外 伺候 里头的信息 一概不能得知 后来 还是夏太监 出来道喜 说咱们家 大小姐 进封为 奉早宫上书 家风 闲得飞 后来老爷出来 亦如此吩咐小的 如今老爷 又往东宫去了 肃请老太太 领着太太们 去谢恩 贾母 听了方 心神安定 不免 又都洋洋喜气 迎塞 于是 都暗品 大装起来 贾母带领 邢夫人 王夫人 游氏 一共四成大教入朝 贾舍贾珍 亦换了朝服 带领贾荣 贾强 奉是贾母 大教前往 于是 迎戎两处 上下里外 莫不欣然踊跃 各个面上 皆有得意之状 言笑顶肺不绝 谁知近日 水月安的智能 思逃进城 找知秦中家下 看是秦中 不易被秦夜直觉 将智能逐出 将秦中打了一顿 自己气得老病发作 三五日光景 呜呼死了 秦中本自怯弱 又带病未遇 受了痴障 今见老夫气死 此时悔痛无疾 更又添了许多症候 因此宝玉心中 怅然如有所失 随闻的言春 尽风之事 已未解得愁闷 贾母等 如何谢恩 如何回家 亲朋如何来庆贺 宁荣两处 近日如何热闹 众人如何得意 独他一个 皆是 有 如无 毫不曾建议 因此众人 朝他越发呆了 切西贾连 以黛玉回来 先遣人来报信 明日就可到家 宝玉听了 方略有些喜意 细问缘由 方至贾雨村 已进金必见 皆由王子藤 累上宝本 此来后 补经缺 以贾连 是同宗弟兄 又与黛玉 有师从之意 故同路作伴而来 临如海 已葬入祖坟了 诸事停妥 贾连 方进京的 半该初月到家 因闻得元春喜信 随昼夜兼程而尽 一路聚各平安 宝玉只问的 黛玉平安二子 愚者也就不在意了 好容易叛致 明日无措 果报 林二爷和林姑娘 进府了 见面时彼此悲喜交接 未免又大哭一阵 后又致喜庆之词 宝玉心中品度黛玉 越发出落的超义了 黛玉又带了许多书籍来 忙着打扫卧室 安插器具 又将些纸笔等物 分送宝钗 迎春 宝玉等人 宝玉又将北京王 所赠 金陵香串针 重取出来 转赠黛玉 黛玉说 什么臭男人拿过的 我不要他 虽置而不取 宝玉 只得收回 暂且无话 且说贾连 自回家 参见过众人 回至房中 正知凤姐 近日多事之时 无片刻闲暇之功 见贾连远路归来 少不得 薄辱接代 房内无外人 便笑道 国舅老爷大喜 国舅老爷 一路封尘辛苦 小的听见 昨日的头起 抱马来抱 说今日 大驾归府 略预备了一杯 水酒胆沉 不知赐光灵 灵否 贾连笑道 岂干岂干 多成多成 一面平儿 与众丫鬟 参拜必 献茶 贾连碎嫩别后 家中的诸事 又吸凤姐的操持老路 凤姐道 我哪里照管的这些事 见识又浅 口角又笨 心长又直率 人家给个棒锤 我就认作真 脸又软 搁不住人 给两句好话 心里就慈悲了 况且又没经历过大事 胆子又小 太太略有些不自在 就吓得我 连觉也睡不着了 我苦辞了几回 太太又不容辞 倒反说我图受用 不肯习学了 殊不知 我是撵着一把汗呢 一句也不敢多说 一步也不敢多走 你是知道的 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们 哪一位是好馋的 错一点 她们就笑话打趣 偏一点 她们就指桑说怀的抱怨 左山观虎斗 借鉴杀人 引风吹火 站干岸 推倒游 平不服 都是拳挂子的武艺 况且我年纪轻 头等不压重 怨不得不放我在眼里 更可笑 那府里 忽然荣儿媳妇死了 真大哥 又再三再四的 在太太给钱 跪着讨情 只要请我帮她几日 我是再推辞 太太断不一 只得聪明 依旧 我被闹了个马洋人番 更不成体统 至今真大哥哥 还抱怨后悔了 你这一来了 明儿 你见了他 好歹苗不苗不 就说我年纪小 没见过世面 谁叫大爷 错尾他的 正说着 只听外界 有人说话 凤姐便问 是谁 平儿进来回道 姨太太打发了 乡邻妹子 来问我一句话 我已经说了 打发她回去了 贾连笑道 正是呢 方才我见姨妈去 不妨和一个年纪轻的 小媳妇 转了个对面 生得好奇整模样 我疑惑 咱家并无此人 说话时 因问姨妈 谁知就是上京来买的 那个小丫头 名叫香灵的 竟以薛大傻子 做了房里人 开了脸 越发出条的标志了 那薛大傻子 真玷污了她 凤姐道 呦 往苏行走了一趟回来 也该见些世面了 还是这么眼禅度宝的 你要爱她 不值什么 我去拿瓶儿 换了她回来 如何 那薛老大 也是吃着碗里 看着锅里的 这一年来的光景 她为要香灵 不能到手 和姨妈 打了多少饥荒 也因姨妈 看着香灵模样 还是莫泽 其为人行事 却又比别的女孩子不同 温柔安静 差不多的主子姑娘 也跟她不上了 故此白酒请客的费事 名堂正道的 与她做了妾 过了没半月 也看到马鹏风一般了 我倒心里可惜了的 一语被了 二门上小丝传报 老爷在大书房 等二爷呢 贾连听了 茫茫正一出去 这里凤姐奶问平儿 方才姨妈有什么事 爸爸打发了香灵来 平儿笑道 哪里来的香灵 是我借她 战撒了个谎 奶奶说说 望儿嫂子越发 连个成算也没了 说着 又走至凤姐身边 悄悄地说道 奶奶那个利钱银子 迟不送来 早不送来 这会儿子 二爷在家 她且送这个来了 幸亏 我在堂屋里 撞见 不然 是早了来回奶奶 二爷 她会问奶奶 是什么利钱 奶奶自然不肯瞒 二爷的 少不得照实 告诉二爷 我们二爷呢 脾气 油锅里的钱 还要找出来花呢 听见奶奶 有了这个梯极 她还不放心地花了呢 所以我赶着接了过来 叫我说了她两句 谁知奶奶偏听见了 问 我就撒谎说香灵来了 凤姐听了笑道 我说呢 你妈知道你二爷来了 呼啦巴的 反倒打发了 房利人来了 原来 是你这个蹄子操鬼 说话时 贾连一进来 凤姐便命摆上酒转来 夫妻对坐 凤姐虽善隐 却不敢任性 只陪试着贾连 一时贾连的乳母 赵嬷嬷走来 贾连奉姐 眠让吃酒 领起上炕去 赵嬷嬷执意不肯 平儿等 早已于炕炎下 设下 一物 又有一小脚踏 赵嬷嬷在脚踏上坐了 贾连 向桌上剪两盆 摇转 与她放在物上自吃 凤姐又到 妈妈很嚼不动那个 倒霉的 干了她的牙 音向平儿道 早起我说 那一碗火腿炖肘子很烂 正好给妈妈吃 你怎么不拿了来 去赶着叫他们热来 又到 妈妈 你尝一尝 你儿子带来的 会全酒 赵嬷嬷道 我喝呢 奶奶也喝一粥 怕什么 只不要过多就是了 我这回子跑了来 倒也不为饮酒 倒有一件正经事 奶奶好歹挤在心里 疼顾我些吧 我们这爷 只是嘴里说的好 到了跟前就忘了我们 幸亏我从小 奶奶你这么大 我也老了 有的是那两个儿子 你就另眼照看他们些 别人也不敢刺牙的 我还再次地求了你几遍 你答应得到好 到如今 还是造实 这如今 又从天上跑出 这一件大喜事来 哪里用不着人 所以倒是来和奶奶 说是正经 靠着我们爷儿 是怕我还饿死了呢 凤姐笑道 妈妈你放心 两个奶哥哥都交给了我 你从小奶的儿子 你还有什么 不知道他的脾气的 拿着皮肉 倒往那不相刚的 外人身上贴 可是现在 放着奶哥哥 哪一个不比人强 你疼顾照看他们 谁敢说个不字 没得摆便宜了外人 我这话也说错了 我们看着是外人 你却看着那人一样呢 说得满屋子里 的人都笑了 赵嬷嬷也笑个不停 又念佛道 可是屋子里 跑出青天来了 若说那人外人 这些混账缘故 我们爷儿是没有 不过是连软心词 割不住人球 两句不好话罢了 凤姐笑道 可不是呢 有内人的他 才慈软呢 他在咱们娘们跟前 才是刚硬呢 赵嬷嬷笑道 奶奶说得太敬情了 我也乐了 再吃一杯好酒 从此我们奶奶做了主 我就没得愁了 贾怜 此时没好意思 只是深笑吃酒 说胡话二字 快盛饭来 吃完了还要往真大爷那边去商议室呢 凤姐道 可是别悟了正事 才刚老爷叫你做什么 贾连道 就位醒亲 凤姐忙问道 醒亲的事竟准了不成 贾连笑道 虽不十分准 也有八分准了 凤姐笑道 可见当今的龙安 历来听书看戏 故事从未有的 赵嬷嬷又接口道 可是呢 我也老糊涂了 我听见上上下下 吵闹了这些日子 什么醒亲不省亲 我也不论理他去 如今又说醒亲 到底是怎么个缘故 贾连道 如今当今 贴体万人之心 世上 志大莫如孝字 想来父母儿女之心 皆是一礼 不是贵贱尚分别的 当今自为日夜 侍奉太上皇 皇太后 尚不能略尽笑意 因见功力 并非才人 等皆是入宫多年 抛离父母殷容 其有 不思想之理 在儿女思想父母 是分所应当 向父母在家 若只管思念儿女 禁物不能见 唐因此 成疾至病 甚至死亡 皆由正宫禁锢 不能使其遂天伦之愿 以大伤天和之事 故祈奏太上皇 皇太后 每月 往二六日期 准其交房眷属入宫 请后看世 于是太上皇 皇太后大喜 身赞 当今至孝传人 替天格物 因此 二位老圣人 有下旨意 说交房眷属入宫 未免有国体一致 母女 尚不能切怀 尽大开方便之恩 特将于衷 交房贵气 除二六日入宫 知恩拜 凡有众别院之家 可以驻逼官房之处 不妨齐请 内庭 软宇 入其私地 书可略尽骨肉私情 天伦 忠臨至至性 辞职一下 谁不愉悦 感待 现今周贵人的父亲 已在家里动了宫了 修盖性侵别院了 又有吴贵妃的父亲 吴天佑家 延晚城外 踏踏地方去了 这不岂不游 八九分了 赵嬷嬷道 阿弥陀佛 原来如此 这样说 咱们家也要预备 接咱们大小姐了 贾怜道 这何用说呢 不然 这会儿子忙的是什么 凤姐笑道 若果如此 我可也见个大世面了 可恨我小几岁年纪 若早生二三十年 如今这些老人家 也不驳我 没见世面了 说起当年 太祖皇帝 仿顺寻的故事 比一部书还热闹 我偏没造化赶上 赵嬷嬷道 哎哟哟 那可是千载西逢的 那时候我在记事 咱们贾府正在 姑苏扬州一带 兼造海坊 修理海棠 只预备接驾一次 把银子都花得 堂海水吃的 说起来 凤姐忙接着 我们王府也预备过一次 那时我爷爷 担管各国进贡 朝贺的事 凡有的外国人来 都是我们家养货 月 米 滇 哲 所有的洋传货物 都是我们家的 赵嬷嬷道 那是谁不知道的 如今还有个口号呢 说东海少了白衣床 龙王来请江南王 这说的就是奶奶府上了 还有如今 现在江南的真家 哎哟哟 好试派 读他家接驾四次 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 告诉谁谁也不信的 别讲银子成的土泥 平时世上所有的 没有不是 堆山塞海的 罪过可惜四个字 禁锢不得了 凤姐道 常听见我们太爷们 也这样说 既要不信的 只呐喊 他家怎么就这么富贵呢 赵嬷嬷道 告诉奶奶一句话 也不过是 也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 往皇帝身上使罢了 谁家有那些钱 买这个虚热闹去 正说的热闹 正说的热闹 王夫人又打发人来 瞧凤姐吃了饭不曾 凤姐便只有事等她 忙忙的吃了半碗饭 漱口要走 又有二门上小丝们回 东府里 荣强二爷哥来了 贾怜才说了口 贫儿捧着盆棍手 见他二人来了 便问 什么话快说 凤姐且止步稍后 听他二人回些什么 贾戎先回说 我父亲打发我来回叔叔 老爷们已经议定了 从东边一带 接着东府里花园起 转到北边 一共账量准了 三里半大 可以盖造 醒亲别愿了 已经传人画图样去了 明日就得 叔叔才回家 被免劳房 不用过我们那边去 有话 明日一早 再请过去面译 贾怜笑着盲说 多谢大爷 费心体谅 我就不过去了 正经 是这个主意才省事 盖造也容易 若采至别处地方去了 那更费事 且倒不成体统 你回去说 这样很好 若老爷们 再要改时 全帐大爷 建筑 哇 不可另寻地方 明日一早 我给大爷 去请安去 再一细话 贾荣 忙硬 几个事 贾强 又进前回说 夏姑苏 聘请教习 采买女孩子 置办乐器行头等事 大爷派了侄儿 带领着来管家 两个儿子 还有禅聘人 伯顾修 两个清客相公 一同前往 所以命我来见叔叔 贾连听了 将贾强打量了打量 笑道 你能在这一行吗 这个事 虽不算盛大 里头大 有藏椰的 贾强笑道 只好学习着办呗 贾荣在身旁灯椅下 敲拉凤姐的衣巾 凤姐会议 音笑道 你也太操心了 难道大爷 比咱们还不会用人 偏你又怕他 不在行了 谁都在行呢 孩子们已长得 这么大了 没吃过猪肉 也没看见过猪跑 大爷派他去 原不过是做个旗儿 难道认真的 叫他去讲价钱 汇经济去呢 以我说就很好 贾连道 自然是这样 并不是我驳回 少不得替他算计算计 音问 这一项银子 动哪一处的 贾强道 财也一到这里 赖爷爷说 不用从经历带下去 江南真家 还收着我们五万两银子 明日写一封书讯 汇票我们带去 先知三万 下胜两万存账 等置办花烛彩灯 并各送 连笼账帽的使费 贾连 扁头道 这个主意好 凤姐忙向贾强道 既这样 我有两个在行 妥当人 你就带他们去办 这个便宜了你呢 贾强 忙陪笑说 正要和婶婶 讨两个人呢 这可巧了 音问名字 凤姐便问赵嬷嬷 鄙嬷嬷 一听呆了话 平儿忙向推她 她才醒悟过来 忙说 哦 一个叫赵天良 一个叫赵天栋 凤姐道 可别忘了 我可干我的去了 说着便出去了 贾荣 忙送出来 又悄悄地向凤姐道 婶子要什么东西 吩咐我 开个账 给强兄弟带了去 叫他按账置办了来 凤姐笑道 别放你娘的屁 我的东西 还没出歌呢 稀罕你们 鬼鬼祟祟的 说着 已经去了 这里 贾强 也敲问贾连 要什么东西 顺便支来孝顺 贾连笑道 你别兴头上 才学着办事 到先学会了 这把戏 我短了什么 少不得写信 来告诉你 且不要论到这里 说必 打发他二人去了 接着 回室的人来了 不止三四次 贾连 害法 便传于二门上 姨英不许传报 去等明日料理 凤姐 至三更时分 方下来安歇 一肃 五化 此日 贾连起来 见过贾设贾政 便往宁府中来 合同老管家的人等 并几位市郊门下 亲客相公 审查二府两定 善话省清殿语 一面查夺半里人丁 自此后 各行匠一起聚 金银铜锡 以及土木 砖瓦之物 搬运一速不歇 先令匠人 拆宁府惠方园 墙园 楼阁 直接入荣府东大院中 荣府东边 所有下人一带群房 既已拆去 当日宁容二宅 虽有一小巷 戒断不通 然这小巷 一系私地 并非官道 故可以联署 惠方园 并是从北 拐角墙下 引来一股活水 金已无凡再饮 其山是树木 虽不服用 贾设住的乃是 荣府旧园 其中逐树山时 以及亭械栏杆等物 皆可挪旧前来 如此两处又甚尽 凑来一处 省得许多财力 纵已不服 所添亦有限 全亏一个老民公号 山子爷者 一一筹划起造 假正不怪于俗物 只凭假设假真 贾连 赖大 来生 林之笑 吴新灯 沾光 成日新等几个 安插百步 凡堆山造池 起楼树阁 种竹栽花 一应点景等事 又有山子爷制度 夏朝闲暇 不过各处探望探望 最要紧处和贾正等商议商议便罢了 贾设旨在家高货 有戒斗知识 贾真等 或自去回名 或许掠绝 或有话说 便传唤贾林 赖大等领命 贾荣担管打造金银器皿 贾强已起身 网孤苏去了 贾真 赖大等 又点人了 开侧集 监工等数 一笔不能写道 不过是 宣田热闹非常而已 暂且无话 且说宝玉 金银家中 有这等大事 贾正不来问她的书 心中是件畅事 无奈秦中之病 日重一日 也着实悬心 不能乐业 这日一早 起来才梳洗完毕 孕玉回了贾母 去望后秦中 忽计明烟 在二门照避前 探头缩脑 宝玉忙出来问她 做什么 明烟道 秦相公不中用了 宝玉听说 吓了一跳 忙问道 我昨儿才瞧了她来 还明明白白 怎么就不中用了 明烟道 我也不知道 蔡刚是她家的老头子 来特告诉我的 宝玉听了 忙转身 回名贾母 贾母吩咐 好生派妥 当人跟去 到那里 进一进同窗之情 就回来 不许多耽搁了 宝玉听了 茫茫的更衣出来 车油被闭 急得满天乱转 一时催促的车道 忙上了车 李贵 明烟道跟随 来着秦中门守 悄一人 随分拥之内侍 护得秦中的 两个远房神母 并几个弟兄 都藏之不迭 此时秦中 已发过两次婚了 遗传一则多时矣 宝玉一见 便不禁失声 李贵蒙劝道 不可不可 秦相公是弱症 未免抗伤 听杠的骨头不受用 所以暂且挪下了松散线 歌如此 急不返添了她的病 宝玉听了 方忍住进前 见秦中面如白蜡 和睦呼吸 已枕上 宝玉忙叫道 金凶 宝玉来了 连叫两三声 秦中不惨 宝玉又道 宝玉来了 那秦中 早已魂魄离身 只剩的一口悠悠 鱼气在胸 挣见许多鬼盼持牌 提索来捉她 那秦中 魂魄 哪里肯救去 又纪念着 家中无人掌管家务 又记挂着父亲 还有留机下的 三四千两银子 又记挂着智能 上无下落 因此百般求告鬼盼 无奈这些鬼盼 都不肯寻思 反叱咤秦中道 亏你还是读书的人 岂不知 俗语说的 阎王叫你三更死 谁敢留人到五更 我们阴间上下 都是铁面无私的 不比你们阳间 战情故意 有许多的关爱处 正闹着 那秦中魂魄 忽天见 宝玉来了四字 便忙又要求道 列位神差 略晚慈悲 让我回去 和这一个好朋友 说一句话就来的 众鬼的 又是什么好朋友 秦中道 不免列位 就是容国公的孙子 小明宝玉 都判官听了 先就虎荒起来 忙喝鬼使道 我说你们放了他 回去走走吧 你们断不依我的话 如今只等他 请出个运望 实胜的人来才罢 众鬼 见都判如此 也都忙了手脚 一面又抱怨道 你老人家 先是那等 雷霆电报 原来 见不得保御二字 依我们一见 他是羊 我们是阴 怕他们 也无异于我们的 都判道 放屁 俗话说得好 天下官 管天下事 自古人鬼之道 却是一般 阴阳并无二理 别管他阴也罢 阳也罢 还是把他 放回没有错了的 众鬼听说 只得将秦魂放回 哼了一声 围开双目 见宝玉在侧 乃勉强叹道 怎么不肯早来 再迟一步 也不能见了 宝玉帮携手捶来道 有什么话 留下两句 秦宗道 并无别话 以前 你我见识 自为高过世人 我今知 才知自悟了 以后 还该励志功名 以荣耀 显达为师 说必 便 再长叹一声 骁然 尝试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